嘿大家好朋友我是阿康 隨著iPhone14的發表越來越近 也越來越多觀眾朋友一直在私訊問我說 欸阿康我現在拿的是iPhone11、iPhone12還是iPhoneX的 你覺得我應該要換iPhone14嗎 所以今天會從這個角度去出發 那比較的參考對象就是現有的iPhone14 Pro 所有的流出規格跟爆料消息 還有就是我手上的iPhone3 Pro 以及好幾年前的iPhone11 Pro 我覺得以這個基準點來比較會是比較準確的啦 因為大家通常要換新手機 大致上都會撐個兩三年 那我們拿這個時間來算的話就是iPhone11 Pro嘛 其中呢也不乏每年都要換新iPhone的人喔 所以我也會同時把我手上的iPhone3 Pro來一起做比較啦 那首先呢第一點要來比較的就是所謂的核心嘛 雖然我們不知道說今年要推出的iPhone14 Pro 它所搭載的A16核心到底有多強 但是呢我們至少可以先從iPhone3 Pro還有iPhone11 Pro 兩支一起比較起來啦 以iPhone3 Pro所搭載的蠻寫版A15晶片來講呢 對比iPhone11 Pro所搭載的A13大概快了40%左右喔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粗暴的對比iPhone4 Pro啊 它的A16核心對比iPhone11的A13來講 大概就是快了60%喔 那但是呢我覺得核心快不快是另外一個問題喔 最大的重點還是整個核心 對於續航的節能調校是怎麼樣嘛 目前iPhone13 Pro它的A15晶片版 對於續航的調校都算是調校的蠻好的 而目前報道消息是說iPhone14 Pro所搭載的A16核心 還會比iPhone3 Pro所搭載的A15續航還要長兩個小時左右喔 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是拿iPhone11 Pro啊 或者更之前的機種 甚至最耗電電池最差的iPhone12系列 你換到iPhone14啊 除了效能有所升級以外 續航的表現會更加讓你吃驚喔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所謂的螢幕更新率嘛 這一點如果你本身是拿到iPhone3 Pro啊 iPhone3 Pro Max 你要換到iPhone14 Pro、iPhone14 Pro Max的人 你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有感 因為iPhone3 Pro系列啊 是蘋果第一次加入120Hz螢幕更新率 但是呢如果你拿的是iPhone12之前的機種啊 例如我現在手上拿的是iPhone11 Pro嘛 這些所有的機種都沒有120Hz螢幕更新率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你換到iPhone14 Pro啊 你的螢幕體驗會更加更加的棒啊 因為我認真講喔 只要你體驗過120Hz螢幕更新率的人 基本上你真的很難再回去看那個60Hz的螢幕啊 這點我在使用完iPad Pro的120 ProMotion 現在要回頭去使用iPad Air 5啊 iPad mini真的算是有那麼一點不習慣喔 那當然啦講到120Hz螢幕更新率 再來第三點就在跟大家聊整個螢幕的尺寸 還有看起來的感覺喔 以iPhone11 Pro系列來講呢 將會是蘋果近幾年第一次把瀏海給移除了 取而代之呢是一個驚嘆號的螢幕喔 根據報導消息這個驚嘆號螢幕 會給你一個更大F1.9的光圈來自拍 還有自動對焦的功能喔 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是拿iPhone11 Pro啊 iPhoneXS、iPhoneX的人 原本整隻手機只有5.8吋 但是如果你換到iPhone11 Pro呢 將會變成6.1吋啦 那螢幕亮度來講呢 iPhone11 Pro它的峰值亮度 會比iPhone11 Pro大概在亮個200nit以上 這個在太陽底下或者說戶外啊 算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啦 那既然講到螢幕呢 還有一個更大的重點 那就是iPhone11 Pro 將會是第一次搭載隨顯螢幕的iPhone喔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在iPhone16 Beta版本就已經看到了嘛 那什麼是隨顯螢幕 大家可以看呢 目前沒有隨顯螢幕的手機 我們在鎖定畫面上面 是完全看不到任何資訊訊息的 但是呢 如果你買過Apple Watch 5以後的版本啊 甚至是拿過一些Android手機的人 你就會知道隨顯螢幕其實算是還蠻方便的啦 簡單來講呢 就是在你螢幕鎖定的時候啊 還是會至少給你一點點重要的資訊還有時間 當然這個功能會比較耗電沒錯 所以我們才需要iPhone14 Pro那個更強更厲害的A16核心 幫我們做續航的調教 還有120 Promotion的螢幕 讓我們在靜態的時候啊 它降到只有1Hz的螢幕更新率 來達到螢幕最棒的省電效果啦 這個是就算你買的iPhone13 Pro 也依然會體驗到的功能喔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只有在iPhone13上面才有 那你說買iPhone13 Pro的人 能不能體驗到隨顯螢幕 欸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但是考量到庫克的種種刀法 我覺得只有在iPhone14 Pro上面出現隨顯螢幕的機率會比較大啦 那在第五點我們就來講5G好了 如果你本身是拿iPhone12之前的機種 不把握iPhone12喔 你拿的是iPhone11 Pro啊 iPhoneXS iPhoneX 甚至iPhone8 iPhone7 iPhone6 這些手機是完全沒有5G功能的 簡單來說還是要補充一下喔 就算你拿的是5G手機啊 你的費率依然維持4G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簡單來講就是5G可以向下相容 你不一定要要求到5G的費率 因為我們認真來講啊 以台灣現在的環境呢 我認為4G還是非常的夠用喔 當然5G更快是更好 如果你本身有些資料傳輸啊 長期的需求 那你還是會比較適合5G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現在大家的需求還沒有那麼的高嘛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簡單判定的方法啦 就是到時候所有的影片啊 所有的東西都改成4K畫質之類的 到時候5G的需求就會比較大喔 不然以我們正常現在使用來講 我們在看Netflix還是玩一些手遊 完全都不需要5G的速度啦 這一點來講就看你自己有沒有需要喔 但是至少你要用到5G的話 你拿這些舊機種是不行的啊 至少要iPhone12過後的機種喔 但是卡黃到電量 我會建議你至少要買到iPhone13 而不是買iPhone12啦 再來第六點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拿過去iPhone11啊 iPhoneXS的人 你換到iPhone14 你將會體驗到蘋果超方便的 MacSafe磁吸充電功能啊 那以MacSafe充電功能來講 是蘋果在iPhone12就開始加入的 雖然大家一直在詬病說 MacSafe的配件啊 還是MacSafe的充電功率 真的沒有那麼的快 但是我們認真來講喔 MacSafe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像我很常外出的時候啊 我只要帶一顆MacSafe行動電源 我就完全不需要再去帶行動電源跟充電線 而且呢 要充電也非常小小的一顆喔 再這樣回到辦公桌啊 甚至還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無線充電盤使用 我們可以把線插上MacSafe行動電源之後 再接上我們的手機 這樣子一台 我們就同時為我們的行動電源 還有手機一起補電喔 這是傳統使用線充的行動電源 所做不到的功能 所以當然它價格比較貴 可是我覺得它帶給你的方便性 算是有無可取代啦 不然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廠牌 一起在研發MacSafe相關配件功能呢 原因就是它真的蠻方便好用的喔 雖然價格是比較高啦 這個還是看你自己的預算取捨喔 那在第七點後面算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規格面嘛 第一個最有感的呢 當然就是拍照嘛 從iPhone13開始 iPhone加入了一個電影模式 讓你在拍影片上面呢 更像相機的感覺 就是它會幫你計算背景虛化啊 景深等等的效果 雖然說你要跟正牌的相機去對比 還是有一段差距啦 但是至少我們錄影片起來 都別有一番風味喔 而且我覺得手機能夠算到這個程度 算是已經非常厲害了 那大家不要忘記喔 拍照這個東西呢 跟你本身的晶片再怎麼算也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先不要算iPhone11 Pro 換到iPhone13 Pro iPhone14 Pro 相機鏡頭的規格有做改變 光是兩者的晶片差異在算那個照片啊 你其實就會清楚的感受到 新手機所拍照出來的照片就是比較好看 特別是在夜間啊 一些光源比較不充足的情況下 你會感受非常明顯 而且呢 蘋果從iPhone12系列開始 加入Lighter Scanner 在整體低光源的對焦啊 都是有所提升的 甚至說目前消息撩傳啊 iPhone14 Pro全系列 都會給你升到4.8.8畫素的鏡頭 還有更厲害的自動對焦啊 ProRes功能 甚至夜拍等等有了沒有的東西 iPhone14 Pro它所拍照起來的效果啊 絕對是所有前代iPhone 甚至是前一年的iPhone13 Pro 都遠遠比不上的程度喔 那更不要講蘋果從iPhone13 Pro 就加入一個微距模式了嘛 這些都是你從舊代的iPhone 換到今年的iPhone14 Pro上面 可以享受到各種強大的功能啊 如果你本身就很常拿手機拍照的人呢 今年的iPhone14 Pro 換起來絕對會非常的有感 所以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啦 你現在手機拿的是哪一支iPhone呢? 那今年所要推出的iPhone14全系列 甚至iPhone14 Pro iPhone14 Pro Max 你最想要購買的是哪一支呢? 或說你對於選手機啊有任何問題想法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要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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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要歡迎 công中開箱 新的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啦